中共新领导层还没有推出任何具体的政治改革方案 不过据美国之音报道 最近北京几位参加过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 开始获得有关部门的善意表达 涉及六四事件的书籍也获准几乎全文出版 有关部门的主动相当罕见 报道说中共媒体光明日报最近向北京意见作家戴琴提出 愿意为他补办养老跟医疗保险手续 但是戴琴表示完全不接受 因为六四的真相首先要说清楚 要分清楚谁是谁非 要伸张正义 这些都做到了才可以谈赔偿 戴琴1982年到1989年在光明日报担任记者 六四事件之后被解职 另一位北京学者六四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也表示 当局专门派人通知他可以办理出国护照了 北京独立作家吴嘉祥也在微博中透露 哈佛大学和学家傅高益撰写的邓小平大陆简体字版 也获准在出版 之前曾被要求全部删除的涉及六四的内容 现在也只需删去一张了 新唐人亚地电视综合报道 十字熬 小玉尚 许